简称红货厂,古称御章,红毒,江西省省会,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,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,和光电产业基地,世界级的光伏产业基地,南长辖六区三县,设一个国家集新区赶江新区,重面近0.74万平方公里寒水域,平原占35.8%,水面占29.8%, 素有物华天保质美丽,2017年南昌人均GDP9.3万元,1.47万美元,常住人口546.4万人,高速发展的南昌,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。 据2017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,南昌入选中国十大最年轻城市,南昌城市建于公元前202年,寓意昌大南疆,南方昌盛,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朱唐寺杰王博,在藤王阁市中,称起来物化天保,人杰地灵之地。 南昌时期南昌府为南都,1927年8月1日,2000多年的建成史,刘夏海昏侯穆汉费地灵,藤王阁,八大山人气面馆,百花洲,八一旗旗旗旗旗等名胜古迹。 南昌制造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,第一批海防导弹,第一辆摩托车,拖拉机,是重要的制造中心。 南昌区位优势独特,在新时代成为京港台高铁,护山高速铁路,护框高铁,护广高速铁路,护银高铁等线路交汇的全国综合交通数纽之一。 2017年8月,南昌进入地铁划称时代,地下铁运营里程,大陆排名升至19名。 目前,南昌地铁在建线路三条,在建里程了108.1公里,近期规划198公里,远期规划从里程达700公里的20条轨道交通线路。 历史严格,南昌与南包昌盛,超大南疆之义,南昌成名书役,编民诸多,汉称豫章,唐称洪州。 宋称龙兴,明代定名为南昌,1926年北伐军功课南昌后盛世,二,南昌地属长江以南,水路交通发达,形势选耀,四股有金三江二代五湖之称。 南昌先后有豫章汉,宏都隋唐等称威,是历代县制,俊福,周知宿在地,向来版荣昌盛。 早在五千多年前,就已有人在此生产生活,至三千年前,北至爱西湖,南至清零浦,这一湖形地带,形成了古代南昌军民的聚集区。 秦树九将军,循阳,军指涉在寿称,金安徽寿县,据汉书记载,前202年汉高租五年,影音侯冠英奉命驻军当地,修筑冠城,四年修筑城池,城池在金南昌火车站东南,约四公里的黄城寺,称周茶十里八十四部,称为冠英城,开创南昌建城史。 开创南昌的建城历史,并取昌大南疆和南邦昌盛之意,定名南昌,三国时为东吴越将军,二百九十一年靖元康初年,治江州,特一治寻阳,两进其南朝时为豫将军,豫章国。 这一时期,伴随着中原文化难度,南昌城得到了很大发展,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版图上的重要城市,五百八十九年。 随开黄九年把军至红州,六百零七年大业三年复为豫将军,六百二十二年藏武德五年,平定地方割据势力林世宏,复为红州,圣宗管府,六百二十五年武德八年,改为都督府,征贯出蜀江南道。 七百三十三年开元二十一年,驻江南西道,七百四十二年,天保元明改红州为豫将军,七百五十六年,至德元明毕唐代宗明慧,豫将军更名为张军。 七百五十八年,千元元年再生红州,建中年间七百八十到七百八十三,至江南西道观察室。 八百六十五年写通六年,升为镇南军节都市,武代是国时期,南昌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愈加凸显。 南昌宗主李景于交太元年九百五十九年升红州为南昌府,并于九百六十一年宋建盟二年,江都城从江宁迁往南昌,浩南都。 九百七十五年,宋财宝八年复明红州,一零二零年天喜四年属江南西路,一零三零年天盛八年,江南西路的之所设在南昌。 一一六三年,龙兴元年,宋孝宗即位前曾封建王于此地,故生龙兴府,一一二七七年元治元十四年,治龙兴路,一二八四年元治元二十一年,更名龙兴路,一三六二年治正二十二年改为红都府,四年更名南昌府,原称龙兴路,后又改为龙兴路,是寒金天江西,广东在内的江西行省治所。 为全国最重要的石鹿之一,一三七零年,宁宏五三年南昌,新建二线同城而治,一九一四年为御章道,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开始设施,撤道,西南昌,新建县治之南昌市,由省直辖。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,南昌成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西省直辖市,江西省人民政府所驻地。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,江西省人民政府南昌分区成立,辖南昌,丰城,新建,高安,青江,新干,进贤八月从贵西分区划入,凤新,安逸,静南九月从九江分区划入实现。 一九五五年,南昌市设东湖,西湖,胜利,府河四区,一九五八年增设清云浦区,南昌专区南昌驻连堂镇,新建驻生米镇,二线交由南昌市领导,一九六一年增设郊区,南昌,新建二线化归宜春专区,一九七一一年南昌,新建驻强楞镇,二线再次化入,一九八零年撤销胜利,府河二区, 一九八一年增设湾里区,一九八三年宜春地区安逸县,府河地区进闲县来署,二零零二年六月,经国务院批准,交区改宁青珊湖区,并正式挂牌,二零零四年,南昌市区化调整,桃花镇,湖方镇同盲水产场化入西湖区, 唐山镇永和村,公园村,咸湖村,永溪村,长相村,七里村六个村跨入东湖区,湖方镇楞尚村,太和村,热心村,跨入青云浦区,东湖区青山路街霸盘房等七个局委会,西湖区高上海路街霸鸿钢等,二十八个局委会,跨入青山湖区, 二零一五年八月五日,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南昌市部分行政区化调整方案,统一撤销新建县, 设立南昌市新建区,以原新建县的行政区域,为新建区的行政区域,新建区人民政府,铸长冷镇,新建大到二代三十九号, 调整后,南昌市峡山县六区,其中城区由东湖,西湖,青云浦,青山湖,新建,湾里六个区主城 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